今天一个人在屋头悄念我 只有吃点面条 我们想要这个炒面炒出来不妥 劲道并且口感好 那么其实有一步就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一步 大家一定要看仔细 要记住要学费 锅里水开下入面条 用筷子给它粘散 面条烧开过后用漏瓢先把它漏出来 来上一点菜籽油或者是葱油 用筷子给它粘起来和转 蒸子这个面条才不会粘在一起 粘起来可以让它快速冷却 千万不要什么透凉水这里 透了凉水煮出来炒面口感 真的是差不是开玩笑的 香料准备点豆芽小青菜甜椒佛腿肠 小青菜给它对破切开 然后一皮一皮的搬下来就可以了 小青菜搬下来过后 从中间把大类给它切一下 甜椒给它切成丝 火腿肠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大家都晓得这个看动画片里都喜欢吃火腿肠 再打一棵亚子丝的鸡蛋 用筷子把它调散 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做好了 我们呼叫他老板看他回不回来吃饭 滴滴滴滴 副教老板 副教老板 你回不回来吃中午饭呢 老板回信息了 看看说了什么 我不回来吃 有人请客吃火锅 你一个人在家就吃好一点吗 我们喊老板拍个视频 查一下看他在干什么 你拍个视频看看 你在跟他吃火锅 老板还认识发视频的了 哎 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样他就抓紧时间来把炒面炒起 等着两口喝饮料 想要这个炒面不粘锅哈 还是我们的老规矩 第一步把蘸点起 然后第二步是下少许油 先把锅儿制一下 把锅制好锅后下入蛋液 我喜欢把这个蛋煎老一点 这样子会香一些 这样给它按散 下入准备的这些香料 先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来上一点面条 吃好多就给它下好多 反正我是吃不了多少 主要喝点饮料就撒够 调味一点盐 贝糖 滚干酸辣 再来两地老抽 然后给它炒均匀 加入老抽主要是上一个颜色 好看一点 全部炒熟过后 基本上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最后撒上几颗性感的冲发 美味鸡撑 今天的家常炒面就做好了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都能轻松学费 以后想吃的时候在家就能制作 不需要再点外卖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谁的时候是走高一行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够 哎呀还有点搞热了 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不想你 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喝饮料 爽啊 开始 来吃 蒸着炒锅的面条 劲道 并且不起头 不粘锅 味道还是很不错 吃这个炒面 我们一定要多放点菜 就是 浑素搭配的用感觉 吃起来特别爽 干杯 喝饮料 我这个人从来不偷偷摸摸的 都是光明正大的喝的 我的炒面都是吃撒锅了 老板发视频来的 他们在吃火锅 哎 撒锅撒锅 这 怎么 你看 哥